将两个连接管装饰盖套进连接管,注意大头朝上。 将连接管插进桌角,用4个M1×14螺丝连接连接管与桌角。 将六角零条固定键拧出。 然后将六角零条穿过一边桌腿六角孔内后,将固定键穿过六角零条便拧接。 先用8个M6×14螺丝将木板连接码安装到装饰板上。 再用8个M6×14螺丝将装饰板安装到桌面板组件上。 用8个M6×14螺丝将左右桌腿安装到桌面板组件上。 用6个M6×14螺丝将钢瓶挂扣板安装到钢瓶固定座上。 将上一步安装好的钢瓶板安装到桌面板上,拧紧旋钮。 先把4个3M双面胶踢到4个圆瓶铁上,再踢到锚毡板上。 锚毡板踢到钢瓶挂扣板上,将储物都停。 挂扣安装到钢瓶挂扣板上。 用升降调节器测试桌子升降是否正常。 然后将盖子拧好,桌子安装完成。 先将盖子扭出,然后放入升降调节器,扭动即可调节桌子高低。 抽屉可拉出使用。 按住活动面板按钮,可以调节活动面板降低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仅可以按摩多久。 继续帮忙碌。 刚才会订阅了吧。 现在,级续帮忙碌。